哈喽哈喽,我是嘟嘟维 今天教大家用一些纸来DIY记忆胶转相册 可以作为小礼物送朋友 黑色普通纸裁剪宽度7厘米的纸片 在两端贴上双面胶 沿吸管或者小木棍转成纸卷 多裁剪一些纸片粘贴 转出一个粗一点的纸卷 再裁剪宽度5毫米的纸条 包住纸卷转成圆环 多粘贴两张纸条加固纸环 要保证纸卷可以在纸环里转动 为了防止纸环散开 可以在边边这里涂上一点胶粘一下 卡纸对折粘贴增加厚度 画两个半径2厘米的圆形剪下来 中心点可以标进一下 纸环粘贴在其中一个圆形上 测量纸卷的直径 在另一个圆形上画出这个大小的内缘扣掉 这三个小部件组成相册的机关部分 5厘米的普通纸制作贴箱片的胶卷 这里我建议大家直接排版 在A4纸上打印整个胶卷的部分 或者在布干胶上打印照片粘贴 不要用太厚的纸来打印照片 会比较难转动 如果没有照片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好看的版面 写上自己想说的话 再将相片贴在纸棒上 这样纸棒转动的时候 就能将照片收起来 裁剪12.4厘米乘7厘米的卡纸 上下流出5毫米遮叠 画出外观 5毫米的边边修剪成锯齿状 这里先将卡纸卷一下 转出弧度 沿这些小锯齿将底座粘贴 装进相侧后 封住另一边 这里直卷要卡进直环里 照片抽出来之后 旋转直卷就可以收进去 6厘米乘2厘米的卡纸对折 制作一个固定扣 还可以用吸管制作一把钥匙 将吸管的其中一边压平 画出一个小图案粘贴 完成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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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